在看到美國議員挺臺灣之後 接下來帶您看到國家發展委員會 諸委公民心 今天出席在捷克布拉格舉辦的第五屆 捷臺雙邊經濟自傷對話 一起來聽他說了什麼 而捷克三議院議長韋德奇 他說在跟臺灣攜手合作的同時 捷克也有責任支持全球的民主國家 維護獨立主權 為臺灣民主發聲 另一方面 我國的外交部長吳釗竊 也將在二十七號 從斯洛發克轉往捷克進行訪問